Yo 各位親愛的男朋友 歡迎回到蘭諾的 YouTube 頻道 有在看我們頻道的觀眾啊 都知道說我們每個月會固定拍一支 Motion Array的主題的教學影片 然後呢我們也是 Artlist Artgrid的重度使用者 然後這三個網站呢 他們其實是所屬在同一間公司裡面 然後他們也都是 訂閱式的影音的素材平台 Motion Array呢 它主要是提供是影片的模板 那 Artgrid呢是提供 就是 Stock Footage 也就是影片 Artlist呢是目前台灣最多人 使用的音樂庫的平台 但是說真的呢 因為在過去他們是 分開三個的訂閱式網站 所以假設呢 你都需要這些服務的話呢 要用三個帳號 然後呢每個月要付 這三個平台的訂閱費用 所以說真的 使用下來就會有點麻煩 結果啊沒有想到 最近他們竟然成功的 把這三個平台把它整合在一起 就叫做 Artlist Max 等於說我們只要付 一筆的訂閱費用就可以 那後來他們其實也有買一下 像是 HitFilm 跟 iMerge 然後他們就是剪接軟體 跟修圖軟體 那我們直接就進入到 Artlist Max的網站 基本上呢它整體的設計 是沒有變的 只是呢你可以看到 跟以前相比 上面多了 有像是 Templates 跟 Plugins 那這邊是從 Motion Array 過來的功能 Footage呢這邊就是從 Artgrid 整合過來的功能 那我們這邊就是從最左邊的看起 那我們這邊從最左邊的看起 Music部分呢都沒有更動 一樣就是點進去之後 我們就是可以看到 左邊的有 Mood 有 Video Theme 然後有 Genre 這邊呢我們就可以快速篩選出 就是我們想要的音樂 然後下面有個是 Spotlight 就是我還蠻喜歡的功能 點進去之後呢 Artlist還有整理出很多是 就是符合時事的一系列的音樂 像是可能因為現在 就是快要靠近聖誕節了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邊有像是 Christmas Holiday Songs For Every Type of Christmas 然後呢繼續往下滑 就可以看到有像是 拍攝婚禮啊 或者是 Vlog 甚至像是世界盃足球賽 各種就是不同系列的音樂清單 它這樣子呢就可以讓你 就是不用再去打 關鍵字的狀況下 可以更快速找到 你想要的音樂的種類 好那音樂部分看完呢 我們來到 Sound Effects 以前這Artlist 他們是把它寫成縮寫 就是SFX 好那我們點進去之後呢 我們去提供音效選擇的地方 在左側呢 跟Music頁面一樣 我們可以看到有 Spotlight 點進去呢 一樣就是Artlist 幫你整理出 就是一些影片拍攝主題 會常常用到的音效 像點進去這個聖誕節 裡面就有像是鈴鐺聲啊 或者像是聖誕老公公的聲音之類的 點進去外聖誕節主題裡面呢 裡面的音效就會屬於是 就是比較像是一些詭異的氛圍 好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到第三個 就是 Footage 那以前呢 這整個項目就是分開在另外一個網站 叫做 Artgrid 那裡面就是有提供一些 就是影片素材的頁面 那通過左邊的這個篩選器呢 像是 Video Themes Shot Type 這樣子呢 一樣可以就是更快去篩選出 我們想要的影片格式跟主題 好那第四個呢 是 Templates 這一個是從 Motion Array 整合過來的功能 那這次整合過來呢 有新增幾個功能 讓我們覺得還蠻有感升級的 點進去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下面出現的都是模板 那以前我們使用 Motion Array 最常碰到的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常常看到一些模板 我們想用 然後有時候找到它呢 會標註就是說 你現在看到的是 Final Cut 或者是給像是 Premiere專用的模板 假設呢 我想要找給 Premiere 專用的模板 結果呢 我看到一個喜歡的模板 點進去之後發現才是 它是設計給 Final Cut Pro 的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要再到這個模板設計者的網站裡面去看 看他們就是 同時有設計給 Premiere 用的這個規格 那現在呢 你在 Artless Max 裡面的 Templates 當中 只要你把滑鼠移動到你想要的模板上面 在右上角就會出現它有哪幾種規格 像這個呢 它就是直接在上面寫說 它有 Final Cut Pro 跟 Premiere 的規格的模板 那你在下載的時候呢 就可以直接點擊你想要的格式 這樣子比以前其實方便很多 好 那我們再往右邊看呢 是 Plugins 下載 Artless 的 Plugin 安裝之後呢 你在剪接軟體的效果裡面呢 打 Artless 你就會看到很多是它們的特效 那有針對像是畫面啊 聲音啊等等這種效果 讓你免費做使用 那現在大部分主流的剪接軟體 像是 Premiere AE Final Cut Pro 或者是 DaVinci Vegas Idias 等等這些全部都有 好 那最後呢就是 Apps 這個就是有關於它們的剪接軟體 也就是 FX Home 跟調色軟體 iMerge 如果它有興趣的話呢 我們之前也有做一支影片介紹給大家 然後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 那其實 Artless Max 還有一些大的更新 像是我們點選就是左側的這三條橫線 可以展開有更多不同的功能 像是 Artless Blog 還有 Artless Business Solutions 那這個就是提供大型企業去客製化的影音製作服務等等的這種項目 然後最讓我感興趣的是 Artless Academy 它有提供就是免費的像是拍攝啊 後製或者是接案的線上課程 那它可以幫助一些就是剛開始想要攝影的新手 甚至是可能想要開始用攝影賺錢的攝影師來看這些課程 好 那我覺得 Artless 這次真的是一個超級大概本 而且就是在我們跟他們合作以來 一直都覺得他們是一個非常傾聽使用者的一間公司 而且他們真的超級有效率 我感覺說就是在我使用過這麼多不同的平台之後 這一次 Artless Max 的大整合 絕對可以讓它就是我覺得啊 可以耀生是全球影音素材就是最完整的訂閱平台 然後呢是沒有之一 就是是最 那我不知道他們之後會不會把 Motion Array 跟 Artgrid 這兩個平台關掉 同一放在 Artless 因為目前這兩個網站呢其實也是可以同時使用的階段 所以我還蠻好奇就是之後 帳戶之間他們會做什麼樣的整合 那如果沒有第一手的消息也會再跟大家分享 好 那我們再看完以上的影片 如果你對 Artless Max 有興趣的話呢 這個是我們的推薦碼 我們會把它放在下方 那如果你對 Artless Max 有任何的問題 也歡迎在下面跟我們說 我們會盡快幫你做解答 那我們這一集就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一集見 Cheers